当我思考我对宇宙了解多少 以及什么是我们需要进行的下一个层次的接触时 答案不就是火星上的生命吗 这时会升起一股真正敬畏的心 理解到那里还有生命而感到敬畏 它是怎么去那里的 为何我们在这里 我想这些都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的问题 而且值得我们去追根究底 这个社会重视的是排除万难 勇于探险的斗志 推崇的是透过艰辛历程解决难题的方式 这就是探险的由来 第一批踏上南极洲的探险队 经历了许多艰难险阻 死伤惨重 他们的艰辛换来我们今日的进展 我乐于把地植看作天意的安排 岩石 水 养分和大气层配合的恰到好处 只要可居住的环境形成了 自然会有生命在那里繁衍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